各位好我是胡婉玲 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台湾演绎介绍的是台湾的历史 而台湾拥有数万年史机 尤其是近400年来的发展 更是高潮跌起生动精彩 我们很难笼统扼要的 在一小时的节目当中 倒进台湾史精华 因此多年来 台湾演绎从不同的时间点 各阶段的历史事件 各个关键人物的传记 多面向的介绍台湾史 但是这一集台湾演绎 我们尝试新的手法 透过和几位历史学者合作 选出百张具有代表性的画作与照片 来图说台湾史 希望能够带领观众朋友 轻松的入门台湾史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从最早 南岛羽族鲜明在岛上的生活看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起台湾 许多学者认为 是南岛羽族的原乡 不论是高山族或是平浦族 早已居住长达数千年甚至数万年 其中又以平浦族较早与外来族群接触通婚 逐渐汉化 这是1744年 18世纪中 有一个满洲人被皇帝派来台湾担任叫所谓的群台玉石 那个人叫做六十七 所以他回去之后就请画工把他看到的情形画下来 你看那桥有的是檳榔树 有的是檳榔树 有的是檳榔树 你就发现说 没错 我们南部很多檳榔 你去用今天的照片去对照的话 有得行 在这个茅草屋里面有这个老师 前面有一个小孩子 什么背对的老师呢 小孩子衣着整齐 然后另外他们有穿鞋子 这个地方比较有趣 穿鞋子这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在1970年代以前 1970年代包括战后 台湾社会很多人是赤脚在走路的 那可能比较重要的场合才会穿鞋子 1697年 清朝官员玉永和撰写皮海济油 形容部落乌鱼整洁不输内地 根据画册 平埔族人生活已经以牛车为主要交通工具 除了汉语移民外 其实在17世纪初期 台湾也开始面临海上的外来势力进入 那荷兰人到东方都是这种船 这一张他说明就是说 这是一艘准备要去东方的船 正在打造之中 在明朝同意下 1624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南安平建立殖民政府 两年后1626年 西班牙也从基隆登陆 在现今和平岛逐城 还在北部探勘硫磺矿 当年平埔族把这个地方叫做台湾 台湾那个音后来有很多种的写法 发展成就是今天的台湾两个字 所以台湾其实原先就是今天的安平 那个是热兰浙城 左边那个市镇 就被称之为大元市台湾期 那普罗明浙城又是在哪 普罗明浙城就是今天的赤坎楼 这赤坎楼跟今天的安平之间 其实那是一片海 这片海就叫做台江 荷兰人会来台湾的观念 比如说他们的目标是要去中国 那时候中国生产肥亚 生产牧 西丘 还是说明牧 麻牧 他们中国人坐 而且他们生产的东西比较小 所以后居人 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 或是说这个好人人 甚至包括英国人 他们他们用这种厚酒的东西 拿来 阿酒买 阿酒 特别是中国的东西 还拿去厚酒买 我们在陆培 汤 都能运输到全世界的很多地方 救命台湾 英明南口音逐渐变成台湾 17世纪起 台湾成为列强贸易重要转口地 河南统治 河南统治时期 采取以翻制翻 来分化或镇压反抗 公司的人来台湾很少 全世界才四百元 他们不是每个人都派官僚 去大家翻车 他们一般都叫台南 还是说台湾高雄的官住民 早来去台南 每年都要去这边的会 管理官住民坐在哪里 那好就继续给你什么 给你继续做下去 那个会 还要做什么 台湾地坑会议 河南不只对住民管理收税 也对更早来台的日本商人 祭出多项贸易限制引发对立 1626年 有日本商人因抗税被扣传 竟趁谈判 挟持荷兰长官到日本 史称 冰田迷兵卫事件 这荷兰人的社会是说 你看那中国坐在比较顶 都脚脚 脚脚到一股脚到一股脚到一股脚 日本看起来很不好的 这种就拿着 就像什么 丹花皮孙 就像中官跟海浙 跟什么 伯价 伯价 这事情有很大 荷兰人来后也开始宣教建教堂 但并未消灭本地语言 反而依照平普族各社不同语言 利用罗马拼音翻译基督教经典 用在地人的罗马拼音 去把在地人宣教 然后他们就要变字典 所以我们就要做希臘海的字典 好像是新冠罗马拼的字典 这是台南 中部也有罚马拼音 好人也有变字典 1642年荷兰人赶走西班牙人独占台湾 但20年后打着反新复明口号的郑成功 因北伐不利决定公取台湾作为根据地 第1 去上堂 当时代余领大多三万人 准备要三美八次 来拍不到一千人的荷兰人 那荷兰人准备炒九五位 当时开始开始先拍安平古墓 先拍信简牙人 习信简牙人就输 受到荷兰人救活 专看救活 面对热兰遮成被郑成功军队包围 1662年 荷兰终于投降退出台湾 结束长达38年的统治 郑成功随即在各地圈地 展开屯田开墾 他死后 儿子郑金建立东宁政权 面对满清海境封锁下 仍透过国际贸易将影响力迫及日本东南亚 直到1683年 东宁政权被消灭 隔年清帝国决定将台湾纳入版图 但实际统侠范围仅限于西部 台湾的图 我们看到它西边这边 大概形状出来了 虽然有点弯 但是东边这边 这是在卫什么 很模糊 它根本没有一个界限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它当时统治不到那个地方 1860年代的图 它边界已经出来了 可是边界差今天差太多了吧 你同样去对照荷兰时代画的台湾 人家整个形都出来了 台湾被并入清国版图后 长达106年 仍例行海境政策 明澳移民冒险渡海来台的 多数为单身男性 被称为楼汉卡压 除了有部分 后来偷偷入赘贫谱族 其余的还因死后 往往没有亲属收葬祭拜 衍生出有应公 这样的特殊神明 清岭时期 台湾以肯社会动荡 励志腐败 屡屡爆发抗官民变 在城门 渡口 桥头 经常树立试镜碑 可见端倪 这张是在南门 其实都一样这个样子 每一个城门的城门外 会放一个这个 这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这些所谓的兵 你这些兵 你才差不多的 你不能借这个机会勒索 人家的轱车要过 人家要过 你就借这个机会 来来 你要给钱 你不准这样勒索 他是要警告那些所谓的士兵 你就可以看得出 当时士兵的军纪都坏 清治时期 虽然引进书院科举 带来文风 但当时中国习俗 男子替法 女子缠足 与吸食鸦片 也传进台湾 有八十几万的人 八十几万的女性绑小脚 所以通常就是绑小脚的人 就是汉移民 汉族移民 特别是河洛人 就是闽南人 那客家人比较少 那平埔族会更少 这个绑过脚以后 女性的脚就像折断了一样 全部变形 日本人来之后 你们清代留下这三大肉型 第一个就是绑小脚 缠足 第二个就是细鸦片 第三个就是辫子 满清统治台湾的后面 台湾开始开港通商 外国的货品进来 贸易 可是进口品竟然有一半是鸦片 1860年 在鹰发逼迫下 蜻蜓在淡水 基隆 安平 打狗 四地开港通商 台湾国际贸易迅速恢复 除了大批洋商涌入 传教士前来步道 也盖医馆学校 催化了台湾静代化 在前一个单元 我们介绍了南岛羽族鲜明活动 荷兰和西班牙的殖民台湾 以及正式东宁政权 其实更早在16世纪 因为中国明朝沿进沿海走私贸易 使得吕宋岛和台湾的港口 成为中日走私贸易的会合地点 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日本人在台湾生活 一直到1633年 日本颁布锁国令才逐渐绝机 但是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国力变强 首次对外用兵就选择台湾 1874年借口保护琉球民众 攻打南部原住民的各部落 1895年更趁着蜻蜓战败 各让台湾澎湖展开50年的殖民统治 继续这个单元 我们从台湾民主国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1874年3月 日本借口台湾原住民杀害琉球渔民出兵讨翻 但在屏东的石门遭遇牡丹社强烈抵抗 史称石门之意 日本军本来是在四重西下游 他们就是搭帐篷 那结果一个晚上 既然山上下雨 帐篷都淹水都浮起来了 所以他们当时想溯西而上去 看看有没有适合杂瘾的地方 那这中间就被原住民攻击 根本没有地方掩护 所以当时日本也有不少人 他受到很大的伤害 在英美反对干涉下 已经征服牡丹社的日军同意撤军 陆军中将西乡丛道等人 离去前与原住民留下合议 美光灯的那个声响 把原住民大家吓了一跳 大家都散讨而去 那要把他们集合起来 再拍一次的时候很困难 后来因为他们对西乡重道 已经很信任 所以西乡重道就说 我们一起拍 我也在里面一起拍 所以才会有这张照片 牡丹社事件 蜻蜓注意到说 原来我们认为罪儿小岛 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世界全全都在乎这个岛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譬如说恒春城或台北府城都是因为这样子那么建立起来 还有台南的意在经城就开始注意到台湾的防务问题 1884年台北城完工 是蜻蜓在台湾最晚兴建 也是唯一有五个城门的城池 两只马可以并行走的 它的宽度大概3.63公尺 长官在巡视的时候登高望远 所以他不可能用手用脚走 他会骑马 所以他的那个宽度是比较宽的 而且城墙要很厚 才不容易让人家攻打进来嘛 首任台湾巡抚流民船 积极推动近代洋物 辟铁路 但甲午战争惨败后 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 消息传回台湾 地方官身不服 成立台湾民主国自救 以蓝帝黄虎骑为国旗 时任巡抚唐锦松就任总统 但才十天他就潜逃回中国 台北城陷入动乱 民主国的军队 他要么就是逃走 要么就是抢劫 是因为他们认为唐锦松逃走了 他们的老板逃走了 他们的薪资 薪想就没有了 所以他们不能这样子 就是让自己损失惨重 所以他们开始打家劫舍 那所以大道城也乱成一团 那后来日军到在基隆的时候 就有人去跟日军说 可不可以台北城已经乱成一团 可不可以赶快进去维持秩序 那一个代表就是我们比较知道的孤显荣 在士绅营里下 日军轻松近战台北城 不料却花了三个月才打到彰化 兵分山路 那北中南这样子 要来那个做接收的动作 但是我们知道他从南部进来的时候 也是都没有什么战事发生 那真正比较严重的就是陶竹苗 在这史称乙味战争的过程中 吴汤星、徐湘、江少祖等人 率领苗栗新竹客家子弟 奋勇保卫乡土逐一牺牲 但让日军付出代价 彰化八卦山之意 传出包括北白川公能久亲王也受伤 最后不治 同样是客家人组成的六堆异军 则在屏东火烧庄战役被歼灭 成为日军接收台湾的最后一战 此后为了彻底掌握全台人口状况 稳定统治 总督府在1905年公布户籍调查令 台湾史上第一次户口调查 总人口约304万人 聊天顶的佛集天文就是一张 后来把它叫做益贼 但是我们如果站在法治律场 管你什么益不益 你就是在偷东西啊 所以它就是一个贯切 它是一个贯切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富集藤本里面 有一个叫做总别 它写三 就是说你是属于第三类种别 就是你是有前科而累犯 然后种族兰写个福 就表示你是福建 你是讲闽南话的 日本在台湾殖民为了将资源输出回母国 特别重视农与林业生产与改良 也进行各项近代化基础建设 除了水利与电力 尤其注重港口铁公路等交通设施与都市规划 台北城的城墙还因此被拆光 所以把那个城墙拆掉就变成很宽的路 民间就把这种路叫做三山路 三山路 就是今天的爱国西路 所以也因此很多当时的青年男女在谈恋爱 常常来这里散步 所以有一首歌《我丫头》 一开始就歌词就出来 月色就在三山路 三山路就写入了歌词里面 1907年中冠铁路在进行的时候 其实北就是从基隆开始 南号称到高雄其实坐到九曲堂 日志时代的火车有没有睡铺 有睡铺 还有妇女专用列车 专用车厢 也就是说只有女生可以上去 日志初期在各地先设国语传习所 教授推广智语 之后改为工学校 很重视体育及生活教育 即使女生都不例外 但学校里仍有汉文及台湾语课程 对于地方宗教与民俗也相对尊重宽容 那个时候日本举办一个叫史证四十年博览会 这张就是北港的条天公妈祖来台北游行 这张这是1937年 那是台北在迎城隍 迎城隍 游行 旁边都还要警察帮你维持秩序 这张是光学校里面课本 课本 课本也是为了七八八 谢将军范将军那一种 然后他介绍台湾的民俗宗教 日本在台湾实施普及初等教育 不但影响台湾人生活文化乃至价值观的改变 也掀起台湾史上首颇公民觉醒的浪潮 在以林宪堂、蔡慧如、蒋味水、蔡培活等人为首推动下 台湾主体概念逐渐萌芽 当时他们东京推动的叫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东京就变成我们知识分子的摇篮 而且这里变成是台湾的反抗运动的基地 为什么呢 因为大概1918年 意志大人结束之后 那这个殖民地自觉的思潮 民主的思潮 那在这边非常蓬勃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学习到非常多思想的武器 社会运动组织的方式 怎么样推展理念跟这个殖民政府对抗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 他们在这里要组成了各种的团体 新民会 然后他们办报纸 台湾民报 台湾青年 台湾新民报 全部都是加什么 加台湾 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表明 就是说我们就是台湾人 1920年代大概十年 政治社会运动的发展 很多很丰富的照片 等于说台湾的主体意识 就在这个时间确立 1921年 蒋卫水领头成立台湾文化协会 创台湾民报 传播民主自由思想 批判殖民统治 在各地设立赌报社 在雾峰林家办夏季学校 甚至巡回全岛进行文化演讲 还成立活动写真班 下乡放映社交影片 所谓的活动写真就是电影 其实上是无声电影 然后由辨识来做讲解 非常活跃的辩识们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到处放映 然后带起热潮 1927年 蒋卫水立成立台湾民众党 诉求真正地方自治 只可惜 四年后却因伤寒病逝 当时还有阶级运动兴起 左翼思想激荡 1925年 二龄事件 浙农征权益与警察冲突 集体遭逮捕判刑后 1926年 台湾农民组合 1928年 台湾工友总联盟等组织 相继成立 农运 工运蓬勃 甚至台湾共产党 也秘密成立 1928年 在苏联 为主的 主导的第三国际之下 就是成立了台湾共产党 台湾共产党 当时主要的领导人 是谢雪红 他跟他的同志林木顺 因为他们在上海读书 就被第三国际送到苏联 去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 然后回殖民地去发展共产党 1935年 后来日本就妥协了 就等于说 一直在那边吵着要地方选举 他后来就用七折八扣的方式 一半官选 一半民选 然后就开始有选举的制度 所以台湾的第一次选举 是1935年在举行的 接跟庄 或者市会议员 接协议会会员 开放一半让你们投票 另外一半还是官派 一半 你看我们这个图 我们都男朋友 原来那个时候 女生还没有投票权 只开放给男性 而且有规定就是说 你要缴税缴多少 才有投票权 可惜这样的开放局部自治权 只举办过两届 随着军国主义思想兴起 1937年 中日战争爆发 日本对台控管更趋严格 开始例行黄民化运动 1941年更成立 黄民奉公会 试图把台湾人彻底同化为 日本黄民 当时全台600万民众都是会员 台湾男性也开始被征召投入战争 妇女被动员担任后勤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台湾屡遭美军为主的盟军轰炸 饱受战火蹂躏 二次大战结束 1945年10月25号 中华民国代表盟军接受日本投降 也正式接管台湾 但才仅仅一年四个月 就爆发了二二八事件 接着我们也从1949年的5月20号开始 进入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 在历史学者眼中 白色恐怖时期要到1992年 刑法100条 预备叛乱罪修正之后 才算真正的结束 台湾完成民主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两颗原子弹 结束二次世界大战 也让身为盟友的中国成为战胜国 仓促中接管台湾 受想典礼在中山堂 里面的这个摆设 有放着所谓的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四面国旗 那这意味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盟军的场合 台湾受想的对象是盟军 那而不是只有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代表盟军来接管台湾 尽管放反的国旗 显示台湾民众对中国相当陌生 但当时大家人欢喜迎接台湾光复 夹到欢迎祖国军队 没想到不到一年 民众的期待就幻灭了 就反映什么 反映物价上涨 四百、七百、八百、一千这样一直跳 跳到最后最左边这个市面上没有米 买不到米 小孩子没饭吃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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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幅就讲这个囤积米粮 他写说奸商买溜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说 奸商买溜这个是什么意思 其实它是日文的汉字 买溜是开丹米 开丹米就是囤积 就是说奸商在囤积米粮 所以这一张如果一般的 在日本时代有受日本教育的人一看 就知道他在讲什么 二战后第一本创刊杂志 星星月报 每期都有两页漫画 反映社会现状 阵风腐败 军纪败坏 导致特权横行 经济垄断 老百姓生活比日治时期更苦 就连外国媒体都以台湾的悲剧 或是中国人剥削福尔摩沙 以日本人更差为标题来报道 由国防部跟财政部的部长 两个部长联名发了一个公告 一个公告说什么呢 说灯塔附近的军队纪律败坏 常常会扰乱治安 所以严格要求军队要遵守秩序 就在灯塔旁边 这个说明什么 通常军队就是在保护国家 你怎么会变成捞乱治安 正因军警与民众冲突层出不穷 光复一年四个月后 终于爆发了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晚间 专卖局在盐平北路查气撕烟 却酿成民众死伤 隔天市民聚众抗议 反遭行政长官公署机枪扫射 消息传出引发台民普遍激愤 甚至各地出现武装反抗 专卖局是在台湾的领事 这张就是他在火车站前面的一个高楼上面拍下去 有一些人在那边奔跑 情况看得很紧张的样子 那我去考究了一下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地方旁边 今天的北门一带 有军队在那边杀人 二八事件 它的一个导火线 是举例试验 但是那时是非常非常近的原因 那往前推就是这一年四个月 成已的施政不良 那再更往 更远的推 事实上就是这五十年 双方的隔绝 双方的现代化成的不同 造成的一个文化冲突的悲剧 原本在台湾行政长官陈宜 授权民意代表及社会精英 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协调下 事态慢慢平稳 没想到陈宜却向南京请 等军队抵达基隆港 随即展开镇压 之后更在全台进行清香 各地的二二八处理委员会 那些头头都藏了 有的公开枪壁 有的就是秘密主角都有 包括画家成的 陈陈坡是公开枪壁哦 陈陈坡的遗体 眼睛都没有闭下来 是不是明目呢 二二八事件后 恶性通货膨胀更严重 物价指数比中战初期暴增7000m 导致出现万元面额的钞票 甚至100万元的本票 直到1949年实施货币改革 每4万块旧台币 只能换新台币一元 随着1950年寒战爆发 美国眼中的台湾战略地位大为提升 不但下令第七舰队巡防台海 也开始提供各项援助 1954年12月 更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讲世政权 借由反共抗恶 获得美国主持 很多标语 我们现在都还可以朗朗上口的 什么爱国必须反共 反共必须团结 这种墙壁上都有那种标语 甚至有些香烟上也有标语 香烟的盒子上面 甚至一般的信封信职 旁边都有写着 这都是写得很清楚的 服从最高领袖 什么关乎大陆国土 这些标语非常的多 当时有这样的反共抗恶宣传列车 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威权统治的年代 国民党政府大肆灌输人民 效忠领袖思想 从校园到街头 四处也都可以看到 蒋介石照片跟头像 看是双师节 国庆游行 还是光复节游行 这一类的 然后中学生都穿着 军训制服 然后就拿着当时的 蒋先生的照片 勇戴 伟大的灵袖 所以那个时候就看着说 这是一个英雄 这个是高中生号 入党 那时候几乎是强迫入党 后来号称说 你们自由入党 可是他用各种办法 要请你入党 然后还要效忠总裁 就党的立场 蒋介石是总裁 国家立场 他是总统 不只思想教育 1949年5月20日 国民党政权 在台湾颁布戒严令 长达38年之久 更透过情治特务系统 监控钳制人民言论 还强调保密防碟 动辄就冠上匪谍 名义入罪 同志当局会用刑法 灭乱罪 会用诚事判断条例 会用减速匪谍条例 来逮捕人民 来拘禁人民 甚至来枪杀 这些他眼中的 所谓的判断犯 或是所谓的匪谍 蒋介石 常常会在公文上批 你说殷疾枪决可言 类似这样的一种批示 军事法庭审判的结果 他必须要经过 层层的审核 没有一条法律 准许总统可以在上面 直接更改判决 所以蒋介石这样的作为 事实上是违法 1950年代 资讯遭严格控管 连买收音机都要执照 禁歌禁书更是常态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如果你讲所谓的方言 你可能会被罚钱 可能会被吊狗牌 会受到这样的屈辱 那个歌有可能被禁 那个年代很多禁歌 包括我们今天很多 朗朗上口的歌 官方都还编过那个目录 大量的禁书跟禁歌 所以做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威权统治时代的受害者 不是只有狭义的政治犯 跟他的家属 事实上广义的台湾人民 都是受害的 我们读个书有可能被禁 我们唱个课也有可能被禁 我们连讲个方言 有可能被处罚 那所以有人甚至称台湾叫监狱党 像科奇化的书 他就写说台湾是一座监狱党 1975年4月5日 当了五任总统的蒋介石并逝 1978年 蒋经国又由国民大会通过 出任第六任总统 形成赴死子季的局面 而蒋经国1988年1月13日并逝 再度出现沿路贵宋的场面 蒋介石过世以后 就好像在那边排队 在那边路边的追尸 这种只有在很多极权国家 他才能够看得到的这个景象 尽管台湾在1987年7月解除了戒严 但直到1991 动员勘乱临时条款 惩治叛乱条例相继废纸 以及刑法100条预备叛乱罪 到1992年修正 台湾终于完成民主化 往后只要你不是用强暴或胁迫 你的行为就不肯被当成内乱罪 当然还是有可能被当作被告毁谤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 被当作叛乱罪 所以从此以后 我们才认为台湾的真正的白色恐怖的结束 就在这个时间 1992年 刑法100条修正 具有相当重要的指标意义 今天 2130万同胞 正是迈进主权在民的新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90年代是台湾民主化的年代 此后台湾有自己的民选国会 民选总统 经济快速发展 而且不再一党独大 这些应该还是当代台湾民众记忆有心的 那么这集台湾演绎 《图说台湾史》就进行到这里 因为接下来的台湾发展 还需要由我们共同来刻画 我是胡婉玲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